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就是叫這個丹熙鴻 我一生專門在伴伴地區 伴地區希望人生會比較少要走 布袋戲的戲夢人生 白髮蒼蒼的國保大師陳熙鴻 以食指乾坤演繹人生百態 陳熙鴻操偶動 動作為妙為孝 因為十三歲開始學布袋戲 今年他已八十七歲了 人住在臺北大稻埕的四合院古宅裡 斑駁的宅院竟顯歷死滄桑 而這裡也是他與父親李天璐 學習布袋戲的啟蒙之處 在臺北大稻埕就很快 比較快 還要講的口袂也比較心斷 談起父親李天璐 這位臺灣布袋戲發展的代表人物一生傳奇 歷經了布袋戲的繁華與滄桑 早期因時代變遷 他演布袋戲曾配合政治宣傳 也歷經了野台戲背景 布袋戲轉入內台發展 而後金光布袋戲的興起 讓傳統布袋戲面臨挑戰 但之後經濟發展 電視布袋戲興起 七零年代傳統布袋戲迅速沒落 困於現實 李天璐只得無奈瘋香 但誰知晚年的李天璐 卻因為電影的機緣意外打開知名度 使得傳統布袋戲再獲得社會重視 晚年的李天璐同時也展開了傳譯計畫 帶著兒子陳錫煌 李傳燦開始到學校傳授布袋戲 三十年來一晚然開直散葉 總計以晚然為名的劇團就多達二十團 傳承父親李天璐的一波 陳錫煌至今仍在替布袋戲的文化傳承 寄一份心力 除了操偶記憶精湛 就連道具藕衣也是陳錫煌一針一線 親自縫製 十分精細 而他也是台灣唯一獲得文化部傳統布袋戲保存 與道具製作技術雙受贈的國寶級藝師 只不過談到了政府的文化傳承 陳錫煌卻忍不住批評 那方法就不對 那方法就不對 他怎麼跟你說 對 你跟他要保存 店家保存就沒辦法 店家要團啊 他們的想法跟我們的想法不一樣 就文化部 文化部 東西留下來 但沒有叫人家來學 他要我們把師父那些動物做出來 尺寸還有圖寶全部交出來 然後呢 就給一點錢嘛 這樣 這個就叫文化保存 對啊 我這師父也覺得 怎麼 只要留這個東西是要創什麼 而李天璐所創的一婉然劇團 時至今日第三代的李俊歡坦言 不太會演不帶戲 改由第四代接班 但仍不走商業演出 每年僅有十五到二十場的文化演出 能否維持下去令人憂心 你一個劇團全部要靠文化廠 那也不肯 你從師父 他這個 他是我們人間國寶 他一年也沒有集長 戲台上戲有微妙而俏 而背後則是一張歷經瘋霜的臉與一雙手 但這張充滿智慧的臉寫滿了交集 因為布袋戲的傳承已經面臨存亡關頭 如果不做 真正的傳統布袋戲恐怕就要失傳 如果oru遭小口 我們不會跟 zij minds白糕 如果 Tai 隆 而且